对,我绝对支持武统的这个建议 而且越快越好 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一个 另外一个拿来炒作成为大选议题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政治议题 如果真的有这些不公不正的事情 真的应该设立皇家调查委员会 弄个清楚 而并不是天天画 又卡顿又出来了啦 又说另外一个1MDB 它又是很多民众不理解的情况底下 政府又没有很快非常清楚 透明的去解释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选举 你很明显就看到另外一个课题被炒作出来 而且他的印象就是 国阵是弹污的 就是往这方向走而已 所以如果国阵还没有吸取到教训 还是以为说这个东西我讲过了就已经算了 我解释了就算了 那个是非常糟糕的想法 必须要吸取过往的这种教训 这类的重大课题也是民间非常关注的课题 要赶紧的 透彻的去交代 去让中立的人士去彻查 然后任何真的有犯规的话 就马上要采取行动 不是让整个政党被拖下去 一两个人的行为 使到整个联盟被污蔑的这个形象 我觉得非常赞成这样的一个建议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